千花板突破 你觉得发生了什么事 我认为很多选举是以中间选民 没有特别政党偏好的人决胜负 大概在35%到40%之间 已经固定有政党属性的 心有所属的 大概全部通通加起来 大概是60% 它已经蓝绿 这是固定的 就是我们讲的铁板一块 想要去搬动它很难 而且在各自的同温层 它已经形成了 你就这样子60% 那最重要的关键是 35%到40%的中间选民 那中间选民需要决胜负 那我们现在可以知道 这中间选民决胜负 那有两个关键 第一个 这个大家知道政党人体 是大家的希望 60%多希望政党人体 这样子 那变成 那中间选民现在还是有耐性的 你是不是到之后面 变成你没有办法整合之后 就变成力量分散 我们知道败于一 这个胜于一嘛 你败于二三嘛 一之外嘛 你变成大家分散 那你变成这样子 大家要分裂 变成大家热心各自 所以你也是认为 就是说怎么样 没有办法整合的气 对 对不对 所以大家现在说实话 可能很多知之后 有一货知之客文者 因为气这个 所以交电话根本也不表态 对不对 对变成这个状况了 因为大家就变成他的耐心 对 他的这种这种这热情 对 因为这样子 哇你们刚开始从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 现在已经八月你们还是这把戏 但因为说实话 没有整合出来 民进党他当然有执政资源 大家都知道这个执政优势是没话讲的嘛 然后你看为了选举 他真的什么都愿意 对不对 比方说赖敬林 谁那个BR辞职啊 对不对 选举可以啊 赖敬德是不是 云豹董事长都辞了 提了这个四点声明 还有那些游行当中 王国才道歉啦 什么都看到这个官员道歉 民进党官员道歉 但在这个节骨眼 该辞的就辞 该道歉的就道歉 不是吗 所以不能会 那是民进党真的很会选举 现在开始 但还不是倒数最后节骨眼 倒数最后节骨眼 可能还会有更多更多的一些 招数丢出来 大家知道台湾选前会发生很多事情 那你怎么看 您是这个军事专家 比方说 当然在这个大陆的军事动作 当然都在调查之后了 那你觉得呢 最近两岸这么紧张 那包括接下来 比方说我们之前讲嘛 就说这个之前的军演啊等等 上次裴洛西来之后的这个军演 在后来的这个地方县市的选举当中 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一个效果 因为台湾人第一次 这个战争的阴霾这么近 但是一而再 再而三 好像温水煮青蛙 所以你觉得会不会 从在野的角度来看 大陆又会来帮倒忙 会不会 这种极有啊 我们可以上次知道 温家宝 在沉水变时代时就有这种状况 大家就说 有一句话就是 就是说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大家反而就是把票给帮倒忙 把他集中到另外一个地方 他就希望你如果是这样子 想要帮助另外一个 隐私暗事要去帮助某一个 然后以军 以这个我们叫文攻武嚇的动作 人家很多的年轻选民 那我就我就给你难堪 会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你建议呢 如果要你给大陆军方建议 你要建议什么 我都认为这个状况 你这个到选举的状况之后 我认为这个动作都不要多 这种动作多的话 因为每一个人他会两面解读 每一个人他站在自己的角度 站在自己的立场 站在自己有力切入的角度来解读 所以一解读之后 我们知道 那会有状况什么状况 执政的优势就出来了 因为执政的他掌握了 整个网路的优势 带风向的优势 行政资源统则的优势 马上带风向 一带风向 把这个仇恨值一带出来之后 大家为了仇恨值 来帮助这个选举 变成回馈回来到他这个地方 不过当时有点 鸡身蛋蛋生机 我的意思说 如果说大陆这个没有表态的话 那说实话 民进党政府会做更多 比较再往前走一步 看你再不表态 你试软了 我就再往前走一步 所以我觉得这个 鸡身蛋蛋生机的关系 当然在台湾这个大选的 这个前面 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敏感 确实是如此 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 也是一样重中之重 除了这个军演之外 ECFA喊咖的节奏 就已经开始了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都是回应 这个赖清德这个访美 这个其中的一环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从民调来看 我们再来看这一连串 其实右边的这块讯息 跟左边是联动的 所以今天就是一个题 我们台湾的总统大选 台湾的问题 就是中美之间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 这个ECFA喊停 这个委员苦口婆心地 跟大家谈了很多很多 4月12号大陆商务部宣布 两间这个比ECFA喊停 更可怕的是什么 委员就告诉大家 你觉得ECFA很可怕吗 还有个更可怕的 叫做贸易壁垒调查 4月12号就已经宣布了 当时辣碗报也有告诉大家 这一个很可怕 核弹籍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 ECFA早收清单才500多项 但是这个贸易壁垒调查多少 2455项 然后涉及的方方面面 从农产到这个武矿化工 到纺织啊 什么都有 然后呢 算一算时程 8月17号公布初步结果 认定台湾涉嫌违反 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则 所以要先终止 或是这个部分终止ECFA 下降给台湾的关税 这是ECFA的部分 另外贸易壁垒调查 是10月12号前会结束 但是事情况可以再延三个月 这一延延到 哎呦延到是1月12号 隔天就是投票 隔天就是投票 所以它可能会是一个变数 但是不是1月12号会公布呢 当然我们大家也认为未必 也未必会公布 他可能要看情况 那这个部分很重要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陆委会 怎么回应 像ECFA的部分 有没有 这个我们的 我们的政府说 希望要用 我们的行政院 经贸谈判 这个办公室说 呼吁北京当局 不要用政治操作 贸易的争端 要循着WTO的机制 跟我方进行资商 这个亮哥就说嘛 搞清楚 去念点书 ECFA跟WTO没有关系 ECFA是有一个框架协议 只要单方面提出 半年内就停掉了 行政院连这个都不知道吗 我相信民进党官僚的水准 应该不会不知道 他就是故意乱讲 带风向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你大陆又不遵守 WTO的规定等等 要停就停啊 很容易啊 你单方面停就可以啊 半年 半年之后就自动就停了 所以委员你怎么看 一个是ECFA 一个是后面更可怕的 这个贸易壁壘调查 你觉得对于台湾的选举 会有什么样的联动 第一个他没有要停止ECFA 他只是用关税壁壘的名义 停止了某一些贸易的项目的一个 关税优惠 那这个两千多项里面有一部分是ECFA ECFA总共是五百多项而已嘛 两千多项才是问题 五百多项还不是问题 那我们台湾跟大陆之间的贸易 百分之五十五不受影响 因为那个是受ITA的关税保障 ITA就是资讯科技协定 WTO有83个国家或地区签约 我们跟台湾跟大陆都有签 就是只要属于资讯科技产品 通通零关税 太阳星全校 Cafe有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科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科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科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科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美负担 每日科肺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借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